可能 你可以接受就是比你大一點的年輕 年上嗎 可以啊OK啊當然可以 上到多少 大概20歲沒問題吧 20歲可以喔 關拍的時候跟這麼多大咖合作 你壓力會很大嗎 剛開始會 但我們其實 前期就會有一起上表演課一起讀本 就會先讓大家熟悉一下 跟大家認識過後其實就比較 熟了 對比較不會怕 我必須說第一季看完之後 你是我第二喜歡的角色 還第二有沒有 還是最喜歡的 第一是誰 沒有我原本蠻喜歡你的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 有點忠厚老實 有點痴情的感覺 我就會覺得 你跟那個什麼 那個HANA 原本是兩個就不同世界的人 然後可能就只是 intro 什麼一緣際會就只是去辦案 然後聊一聊 然後你就開始好像很痴情 你知道我就覺得這種男生的個性 很迷人耶 但最後有點被就是 你的長官稍微牽走 因為他很man 正常啊 對他很man 可是我還是喜歡你這裡面 就是那種 憨厚 我覺得你是有把那種 痴情憨厚的那個感覺是表現出來的 謝謝 所以你在現實生活中 你也是這種個性的嗎 痴情憨厚感這樣 不敢自己這樣講 對啊 所以不是 也不會說不是啦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這一方面的程度 但就是多或少 還有隨著時間你會可能 越來越 熟悉之後 對你會比較熟練嘛 就是你跟 你要熟練力氣啊 這麼怪怪的 這個詞彙用的不太好 就是 會變得更懂得跟人怎麼樣相處會比較順暢 那你自己喔 在劇裡面有覺得說 劇中的女生 你最想跟誰談戀愛嗎 以劇裡面的人來講 不要現實生活 角色 角色 呃 如果你自己的個性的話 可能 Rose Mama吧 Rose Mama 所以你可以接受就是 呃 比你大一點的女生 黏上嗎 可以啊 OK啊 當然可以啊 是OK的 嗯 上到多少 快點我們現場有很多人在等 有50歲的媽媽 有60歲的媽媽 有40歲的媽媽 上到多少 大個20歲沒問題吧 20歲可以喔 你現在30 差不多 30 大個20歲 所以50你可以 50歲以內 可以可以 超過也可以吧 哇 所以其實你是比較注重心靈 這一個區面的 也不是啊 很多50歲的姐姐都很漂亮啊 好 對 所以其實你的Range算寬 可以 而且我覺得 能夠被照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對啊 對 我不會像江翰一樣就是 啊你一直來照顧我 我就很煩 吃軟飯 對或者是 像蘇媽媽也不喜歡人家照顧我 對 就是你能夠被人家 捧在手掌心 我覺得是一件 不容易遇到的事情 那你會希望嘗試寶寶的角色嗎 會 其實我覺得康仁哥這個角色真的 他把他詮釋得很好 對 那 我自己要去演那個角色的話 可能還要再 至少5年吧 就你可能社會歷戀啊 然後還有整個人的 狀態 對 氣質再更 更社會化一點吧 你自己老實講 你有沒有回家自己私底下 對著鏡子演過寶寶 或是其他角色 這倒沒有 你沒有 因為我已經覺得 華登這一部戲 對我來講裡面每個角色都已經 被他們創造出來之後 都已經是屬於他們的人 就其他人 很難取代 對他們的形象已經樹立在那邊 所以 我不會去想像說 我自己可以去取代他們 或自己如果來演這個角色 會變怎樣 比較少這樣想